盼盼本是除凤转世的灵宝 可当母亲先事后 奶奶时常打骂她 二出罚她不准吃饭 幸运的是 盼盼的泪水可以治愈伤口 只要触摸头上的凤女 便可进入仙境般的地方 来填饱肚子 而今天也将是四岁盼盼 脱离苦海的日子 站好了 不准动 动了就挂得不好看了 啊 疼 钱金宝在盼盼脸上 画着小乌龟 忍受不了疼痛的盼盼 狠狠地咬了哥哥一口 奶奶 盼盼她咬我 见到哥哥掉落在地上的鸡蛋 盼盼连忙捡起 塞进了嘴里 奶奶 你快来啊 盼盼还抢我的鸡蛋吃 见丫头 反了天了 凭你也配吃鸡蛋 这么金贵的东西 王翠花提起手中的烧火棍 就开始打盼盼 怕疼 坏奶奶 盼盼奋力上前 咬住奶奶的腿 王翠花疼痛难忍地 将盼盼甩出了屋外 你就在外面待着吧 你要是敢跑 老娘就把你娘 从坟包里跑出来 丢到山里喂狼 不追你欺负我娘亲 哎呦呦 不想让我动你娘亲 那就给我老老实实地 在雪地里跪一夜 娘 饭做好了没 我和红菊都饿坏了 好好好 来了来了 王翠花回到屋内后 盼盼蜷缩成一团 躺在院内 娘亲 不怕哦 盼盼是不会让坏奶奶 打扰你睡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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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